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们要重新去学习这个类型 去研究这个类型 然后结合《鬼吹灯》原著 给我们提供的那些丰富的元素 把它变成一部中国人的冒险故事 如果你要猴岛的那个戏来比较的话 那这部戏太轻松了 我只能这么说 没有办法比较 因为风格是比较不一样 比如说猴岛那个 你没有办法看到威亚 可是你要飞起来 你要会轻功 可是不可以掉威亚 你要从山上面落下来 就是你要从三楼跳下来 可是你不可以有声音 但是又不可以看到威亚 就是那种是很 我老是属于比较偏向真实感的导演 那乌尔山我们现在拍这部电影 它是奇幻 奇幻电影 所以两个本来就是不同的东西 因为我们大家都在这个圈子 彼此都知道对方很久了 所以突然之间 大家五个人要聚在一起的时候 那种感觉其实是非常熟悉的 陌生人 所以大家彼此之间都是很喜欢对方的 然后你一趴在一起的时候 就有源源不绝的话题 你们都是看着她的戏长大的 这个只有夏宇说起来 其实有点过分 其实对 舒淇是看着夏宇的戏长大的 对啊 都很早 作为最晚辈的我来说 真的能跟这些前辈们合作 我觉得是我的荣幸 对我来态度来说 也没有理由相处不好 因为我情愿为他们付出一切 因为我是看着他们所有人的戏长大的 因为我看起来年纪比较小一点 这个确实也是一个事实 但最重要的是 我不会流失掉我对他们的尊重 他们演了很多的戏 教会我很多东西 这次跟我在一起的时候 我都像哥哥姐姐叔叔阿姨一样照顾我 跟我们吃的 教会我做人 完了之后再 但是好像这一点你没有学得太好 对对对 完了之后我现在还要继续努力学习 夏宇是看着苏淇的戏长大的是吧 他刚才说他们都是看着这个戏长大的 不要我重新啊 拿下他们的戏老的就爱回来 那有什么回应 啊 习惯了 你看这就是我们平时的回应 你知道吗 其实我就觉得苏淇永远不会衰老 这一点也真的是 对对 还是永远是有最好的一个状态 太不要脸了 怎么可以这样 这个孙起泽过来听到说 不我是看演出的戏长大的 可是我想问你是看谁的戏长大的 我啊 我是看 哎不行啊 导演才三部作品 我 我是看着他们的颜值长大的 对 这是什么 其实就没有没有没有去 plan这么多 我觉得很多事情都是顺其自然的 对 而且反正如果我做了这件事情 会给大家一个交代 反正现在说太多也没有意思 来 上天吧 来 中间 中间 来 中间 中间 来 中间 来 中间 来 这边 吃麵